我们首先要来观察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态势 应该说负面的前景以及严峻的挑战 还是大家必须要在下一阶段进行应对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在全球抗疫的前景之下 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够松懈 那么同样还要形成国际合作 那么现在随着疫苗的逐渐的推出 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 已经开始在接种疫苗的问题上 不断地在强调疫苗将给抗疫带来的一种光明的前景 确实应该说疫苗是全球抗疫的非常重要的支撑 但是大家现在看应该说疫苗的推出 恐怕对于未来的抗疫还需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 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支撑的作用 首先很多国家尽管在进行疫苗的接种 但是根据科学家的推测 必须有75%以上 甚至要到80%到85%的人群 有这个免疫力 那么才能够发挥疫苗的功效 所以现在呢 在疫苗接种的过程中 疫情防控的相关的措施 包括戴起口罩来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疫苗接种的问题上 大家呢也非常关注的是疫苗 它接种中一些切实的问题和挑战 比如说呢 有一些疫苗 它的这个运输的途径的过程中 所需要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能够保证 所有的人群 包括一些弱势的群体 贫穷的一些社区 都能够得到接种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呢 因为这种运输的客观的条件 而不能够得以接种的 都是下一阶段呢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最后我们也会看到呢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疫苗的供应呢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呢 个别的发达国家 解决好自己的疫苗问题 甚至呢 通过抢购疫苗的方式 来满足需要 就能够呢 保证自身的安全 疫情防控呢 是一场全球的战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包括疫苗的提供 它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都是未来国际合作 必须要关注的重要的因素 只要照顾到这些因素呢 才能够使未来的 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 有更多的支撑 使全人类呢 能够在应对 这一场病毒的面前 能够有更多的底气 感谢观看